公读《论语圣讯》第一册 第三百五十二页 其实人的思想、态度、作为和整个环境及媒体的渲染都有很大的影响 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看电视呀? 修行的人要学习好的东西,存留在你的心 至于不好的东西,希望你看过之后能够把它剔除掉 其实这是很难的 人的六根意识当中,没看过一些事物 无形当中都会对你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你的性情、态度、思想是整个环境教育而成 所以修道人要谨慎自己 该看则看,不该看就不要看太多 让你的心多一点清净、祥和、慈悲、诚意 如果修道人跟世俗人一样 态度暴力、脾气很大 讲话的言辞和用法都跟世俗人没有什么差别 那你修道是不及格的 有其名却没有其实 那你不能成为佛家的代表 也不能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影响 一个人一定要改变自己 用慈悲、喜舍的心来感化云云的众生 我们在痛苦、难哀的环境当中 使老天给你增加智慧、火候 让你对人生的真谛更深一层的体悟 希望你能明白